中国军工开发出多款灭火力气 航空主推飞机 包括灭火无人机以及灭火直升机以及水上飞机 兵器工业有先进灭火大炮 而航天则是精确灭火导弹 一次可以覆盖大片火场 现在就有很多问题 航空航天兵器都有解决方案 哪一家的方案更好一些 谁更物美价廉 从机动能力来说 灭火无人机效果最佳 无人机可以无视地形的限制 也不怕大风的影响 能在广大的区域内巡逻迅速做出反应 不管是山脉的正面还是背面 都丝毫没有影响 而且无人机空中巡逻优势也很明显 配备先进的光电设备 可以远程精确定位起火点 率先精确投弹 及早消灭隐患 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从机动能力来说 灭火导弹车比灭火大炮跑得更快 特点是可以快速集群发射 对大面积火源进行快速扑灭 但是灭火导弹造价比灭火炸弹 或者灭火炮弹价格都贵 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 但是灭火导弹最大的特点在于 高精确制导能力和特别强的抚养覆盖能力 可以在城市高楼使用 对起火楼层进行精确设计 也做过多次成功演示 这是一个独特的优势 弥补了消防能力不足 从灭火效果来看 两者都差不多 但是从成本方面来说 不管是购置成本还是使用成本 最低的还是灭火大炮 不足就是不管灭火炮还是灭火导弹 对于反斜灭火场无能为力 这需要无人机或者飞机的帮助 对于灭火来说 国内外的经验都是大规模火情 使用飞机灭火快速而且方便 但是无人机灭火导弹灭火大炮灭火 则是中国人最新的探索 具有独特的优势 精确快速反应极快 价格也不算昂贵 优优独特的优独特的优独特的优独特